上海連續封城兩個月引發民怨沸騰 但是上海高降區從未封過 有曾在上海生活與16年的大陸學者披露上海權貴享有特權的內幕 在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的關照下 疫情期間上海對特權階層人士提供特殊待遇 靠的是網格化管理 6月6日上海市民劉慶曾對大紀元爆料 上海漢平路的高降區從來沒有封過 曾試過封有老幹部打電話給北京的韓正就制止封鎖 該老幹部當年曾提拔韓正 6月10日現居美國的袁上海同志大學副教授邱家軍接受大紀元專訪表示 有關權貴的防疫特權不僅上海 全國都是這樣 不過上海這次疫情比較嚴重 風控也嚴厲 就顯得這些特權階層更有機會享受這些特權 邱家軍表示中共政府在疫情期間對於如何區分這種特權人士提供特殊待遇 靠的是網格化管理 這套東西早年由韓正在上海推行 網格管理當然是為了維穩 比如打壓佛林功這部分 但還有服務的部分包括保證特權人士享有特權 邱家軍披露 網格管理員有一些正式的名分 有一些用其他名稱掩蓋 落實到居委會中叫自願者 實際上就是從事網格化管理 我們原本在羊蒲區 羊蒲區因為大學比較多 我們經常向區政府提一些意見 我們說你們搞這個網格管理員就叫網格管理員 不要披其他馬甲 邱家軍說 邱家軍解釋說網格管理員就像一個實時的定位跟蹤器 因為人手一個手機 你的收入多少 你是企業家還是政府官員 還是官二代 副二代 享受什麼待遇 住在什麼地方 你家有幾個孩子 孩子在什麼地方讀書 你個人的收入多少 政府是清清楚楚的 正因為這些網格化管理 每個人在政府那邊都是透明的 他說這個資料是由區政府掌握 各區政府基本不分享 但是會報導市政府 所謂的網格化管理 是中共近20年來在全社會實施的嚴密維穩系統 百度資料介紹網格化其重要功能之一 是便於當局及時掌握所謂不穩定因素 對事關全局的重點人群和重大緊急事件 進行預防控制和監督管理 中共從中央到地方有老幹局、老幹部活動中心、高幹病房、 幹優所 據說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特權制度 據香港媒體報導說 中共2014年離退休高幹年開支 余675億元人民幣 2008年至2012年間 僅離退休的副省級一級高官待遇就超過1.3億元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2012年在上海居住150日 僅現客就花費230多萬元 全部由公府埋單 據報江澤民退休後不僅可以享受專機、專列 還享受北京軍區總醫院、上海華東醫院、 廣州軍區總醫院隨時待命提供的特工服務 僅家軍認為中共權貴享受特權是普遍現象 比如說特工藥品、特工醫療、高幹醫院 這些都是他們一部分特權 外界看到的只是表面 僅家軍還列舉了他親身了解的兩個特權例子 僅家軍說 我原來在上海一所大學讀書 裏面有一位離休幹部 他和我是山東老鄉 我問他一個月收入有多少錢 他告訴我就是15000元 到手的是人民幣 這個錢是一分錢都不用花的 這是他的特權 因為他是離休幹部 就是中共建政前參加首位革命的 後來退休的這批人 他看病享受高幹病房 一分錢都不用去本人花 他的家人、老婆、孩子都可以用這個離休幹部的醫療本來開藥 而這個看病的錢是常不封頂 為什麼中共的這些離休幹部活了這麼久 八、九十歲還算是年輕的 中共不惜一切代價 讓離休幹部享受這種醫療 另外還有吃的東西都是特工 休家軍表示 除了離休幹部 還有一種特權人員 也屬於權貴階層 比如上海一所著名大學的教授 夫妻倆都在這所大學工作 丈夫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教授 這也是一種幹部待遇 妻子是退休的普通員工 兩口子去住院 丈夫住全免費的高幹病房 妻子享受不了這種病房 但可以享受丈夫用這種高幹名額開的普通勞百姓 享受不了的藥 有家軍了解道 上海離休幹部最多的地方就是徐匯區 那個地方財政收入高 是原來老上海人喜歡留的地方 至原來的習北區沒有人願意去 那種窮地方 中共是不會把離休幹部放在那裡 離休幹部也不願意去 他表示 上海各區之間的爭資源 也是通過離休幹部來爭取中央的支持 這也是一種特權 對於韓正被爆極力維護在上海的老幹部享受特權 阻止封鎖看平路高幹區 邱家軍表示不奇怪 他說韓正是江澤民的人 在上海紮根口心 但是上海人對他的評價並不好 他說我在上海生活16年 韓正這一個人 上海人對他的評價並不好 叫他韓正不正 坊間流傳的韓正不正 指其任內上海災禍年年 2010年11月15日 上海市靜安區公寓發生大火災 官方數據稱造成58人死亡 71人受傷 被媒體指責門報死亡人數 2014年12月31日晚的 上海外灘廣場跨聯活動 突發致命性踩踏事件 僅可能涉隱瞞的官方數字就有36人死 韓正不僅沒有被隔職處理 還步步高升 此外韓正和前上海市委書記 陳良宇存在拉幫傑伙的關係 韓正曾動用行政經費、稅收、 給儲給以上的退休官員 白送一套住宅 韓正被包有情婦和私生子女 韓正在上海清蒲 為病死的上海幫要員黃谷 修建豪華寧帽等 曾紅遍大江南北的大陸著名女星趙明 在去年8月26日晚遭到全網封殺 其曾經參演或執導的多部影視作品 不僅落架 更交被點名為《劣跡藝人》 之後就一直了無音訊 6月10日 趙薇在海外Instagram發文悼念過世的父親 《爸爸永遠在我心裡》 《如一片樂業、一朵飛花、一試興焰》 趙薇幾近消失了9個月後 在6月10日海外Instagram發出限時動態 悼念已過世的父親 趙薇寫下 《身身不適、阿里陀佛》 《爸爸永遠在我心裡》 《像一片樂業、一片飛花、一試興焰》 這些人類可以想像的描述都無比蒼白 《如野草、身身不適》 《像我有限的認知女》 《不會離開我》 《就像我也不會離開你》 《至於離開是甚麼》 《根本沒有離開》 《你的一切不值一提》 《而我一無所有》 至女行間 趙薇雖然未提及自己目前行蹤 但言語之間流露哀傷 而此後帖文又被刪除 背景相當耐人尋味 趙薇自當局一夜清算後 目前仍下落不明 失蹤的原因亦無答案 眾所周知 中共國亂象重新 特別體驗在娛樂圈 去年秋季趙薇失蹤 權貴圈醜聞集體外洩之際 十一期間又傳出一份 出自官方的全渠道封殺名單 藝人名單包括趙薇、鄭爽、范冰冰 還有香港藝人房祖明 這個名單分成三大類 政治問題、違法亂紀、失德失犯 其中政治問題封殺名單第一個列進趙薇 此前有媒體推測 趙薇捲入的是政治風波 其背後的政治大佬 才是習近平當局要敲打的對象 趙薇消失後 網絡上爆出一張趙薇 手緊玩曾慶懷的親密照片 外界分析 趙薇或僅僅是一隻小丸子 真正被瞄準的是他緊抱著的那個家族和名單上的人 據報趙薇之前爆出親日、玉華、炒股、 慳殺股民等爭議事件都能夠火觸平息的原因 就是因為背後強大的靠山那位大人物 前中共副主席曾慶紅的弟弟曾慶懷 曾慶懷被視為文藝圈的幕後老大 長期控制著北京和香港兩地的文藝圈 也曾被爆出潛規則為政府高官輸送美女 為其興曾慶紅和江澤民派系培養勢力 建立海外統戰網絡等 而趙薇因為負商勞工黃有龍的背景 和真派人物走得很近 不僅曾幫忙貪污 外傳夫妻倆也曾幫助曾慶紅之子曾慧的白手套 前台操盤手趙劍華花花錢 據香港媒體報導分析 趙薇突然被封殺 網傳最主要的原因是捲入了曾慶紅和習近平之間的政治鬥爭 而且趙薇夫妻倆還涉嫌幫增加貪污、洗錢 如果罪名坐實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治貪污條例》 趙薇至少會被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情節重大還可能被判處死刑 看中國之前曾報道披露 趙薇透過母親持股螞蟻集團 牽扯到馬雲的阿里系 和江澤民之孫、江志成的博裕資本 從幾年前趙薇註冊資金僅200萬的農媒公司 叫動市值8億的萬家文化 牽出西藏銀必信資產背後是曾慶紅的白手套趙劍華的明天系 從1999年趙薇成立公司的大股東《中性房地產》 牽出眾性集團的長門是上海邦地產大王葉立培 其子葉茂青是趙薇的前男友 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黃谷家族、韓正家族、曾慶紅家族等 香港《蘋果日報》曾發表評論文章指 當年劉曉慶被判監是因為得罪江澤民 湯燦和瑞成江入獄是分別牽涉周永康和令計劃案 都涉嫌在政治上有問題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文藝、影視娛樂業 基本掌握在曾慶紅家族手中 其弟曾慶懷是影視圈隻手遮天的人物 很多官二代、軍二代借增加勢力染指電視電影業 近年走紅或經常亮相央視春晚的明星 多數跟曾慶懷和宋祖英有關係 這個圈子裡的明星、宋祖英、趙本山等人已經沉寂 而馮小桿成龍等還活躍 文章指整治娛樂圈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經濟每放月下、地方政府債台高速 當局缺錢、發窮惡 逃稅避稅的富豪、企業家和影視紅星 就成為了開刀的對象 香港人的問題 中國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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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